各位好 欢迎再次来到物理工作室的频道 今星期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可以很有效地计算Electric Field 电场的题目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同学在计算Electric Field 电场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很多计算要解释 很多方程式要解释 而且过程又很复杂 很怕解错 究竟考试有没有有效而快速的方法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有的 所以我今天就示范一下 怎样用这个有效而快速的方法去解释这条题目 我们今天选择了2015年PayPal 1A的第22条 大家看到了我答中百分比是33% 那就是说很多同学在计算这些的时候 就会计算不到答案 那你就会看到我一会用的方法 原来是很容易找到答案 和你以前做的方法可能是略有出入的 那我们首先看看这条题目是怎样的 这条题目就说现在你有两粒电货在里面 有两粒电货在里面 那就有WXYZ四点 那究竟这四点哪一点的电货电场是零呢? 那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很多学校的先生教你 咦?我们解一条方程式 解一条例子 只要我们设定电货两边是ECO是双等的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那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就已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不就是你当一条MC是Long Crack 是会费事失事的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教你另外一种方法 那方法是怎样的呢? 就是这样了 现在你看到有两个电货 有两个电货在里面 所以我就先标明 例如-4Q这个我标明是第一个 那我用紫色笔 正Q这个我呢就是第二粒 我就用红色笔去标示 接着我们就用一些所谓电货的特性 负的电货 negative charge 那些电货永远是刺着它的 所以你会见到我画的时候那些箭嘴 如果用紫色的 永远都是刺着这粒 刺着这个电货 所以你会见到我画了四个紫色的箭嘴 所以同样道理 对于二号 positive charge 正电货来说 电货的电货永远是离开它的 是向外指 所以你会见到我画红色的箭嘴 永远都向外指 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 你就要想 如果我电货的电货要是零 即是要cancel 那就是两支箭嘴的方向要是相反的 那所以X就不可能是答案了 你会见到两支箭嘴是同方向 那只会加上 是不会是零的 那所以X就不可能是答案 剩下的答案就是W Y或者Z 那之后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考试局提供的公式 考试局提供了电货 就是这个 1除4πε乘Q除R的二次方 我们不是按这些 这样的constant 因为有些同学说 按计数机都很快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就靠数格 举例 我们在W这里 那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看一看 那我们就当了 那个charge 是4 那所以一会儿我们分子就是4 那我们的距离就是1 2 3 3格 3的二次方是9 所以我用紫色 抹下 是4 over 9 是对于第一粒电荷的 同样道理 我们做第二粒电荷 那我会用红色笔写 那个charge电荷是1 所以我分子就是1 距离了 1 2 3 4 5 6 6格 6的二次方是36 所以你会看到我写36分之1 4 over 9 不等于36分之1 所以这个不是答案 我淘汰W 接着我们试试Y这个 那我们看 对于第一粒charge电荷是4 所以分子是4 距离1 2 3 4 4的二次方是16 所以我们写下 4 over 16 16分之4 第二个 charge是1 电荷是1 所以分子是1 距离是1格 分母1的二次方又是1 4 over 16 16分之4 不等于1 所以Y也不是答案 那我们看看Z Z了 那我们数吧 charge是4 距离1 2 3 4 5 6 6的二次方是36 同样道理 对于第二粒来说 charge电荷是1 距离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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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次方是9 你会看到 4 over 36 就即是9分之1 那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完全 cancel了我们的Electric Bill 完全抵消了我们的电荷 所以我们今次这条题目的答案 就会是Z了 今天这一集先说到这里 希望同学能够吸收到这个快速 有效地去做Electric Bill 电荷的方法 那我们下一集 会和同学分享其他类型的题目 今集先到这里 那下一集再见 拜拜